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担心下一步小瑞会回来杀掉娜娜 决定留一个人守着等待小瑞回来 再进行驱魔仪式 接着小美准备给警察局打电话 告知此案的凶手是小瑞 但华平不同意 小美说自己是警察 什么事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两人为此又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接着崔神父告诉了小美 华平小时候被复生后害死亲人的故事 小美听了后对华平心存内疚 这时小瑞给妈妈打通了电话 提出让华平他们三人离开后 自己就会出现 娜娜爱女心切 于是打电话骗小美他们离开 等小美反应过来不对劲冲上楼后 娜娜已经离开了 她按照地址来到了小瑞说的地方 这边小美三人急忙前去寻找小瑞和她的母亲 突然华平抬头看见小瑞又站在楼顶 拿着一块砖头 朝着楼下母亲的位置砸了下去 三人赶紧跑到案发地点 看到娜娜已经被砸倒在地 万幸的是她还活着 只是伤势很严重 叫了救护车后 三人赶到楼顶 小瑞早就已经不见了 紧接着崔神父前去地下室寻找 最后在地下室的一间屋子里找到了小瑞 但当华平和小美赶到时 崔神父被恶魔附身的小瑞关到了屋子里 房间的门也打不开 而房间里崔神父毫不畏惧 单枪匹马地给小瑞进行驱魔仪式 忽然她的身体突然剧烈地疼痛了起来 接着周围出现了许多恶灵 同时攻击崔神父 崔神父敌不过 挣扎着从这个房间里逃了出来 然后晕了过去 小美赶紧将她送入了医院 留下华平看着小瑞 看着小瑞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华平的心里很是愧疚 不由得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随后华平让好友韩侯哥 也就是那个半吊子林梅 去医院看看崔神父 并让他再找一个驱魔祭祀 给小瑞驱魔 看来西医不行啊 得用汉方 不过这时崔神父醒了过来 他还是强求要去那个地下室 为小瑞驱魔 华平看到崔神父再一次到来 他的心里愧疚之情更深了 崔神父让华平去小瑞父亲的汽车上 找到被附身的物品 然后销毁他 他的驱魔仪式才会更容易一点 之后他们就兵分两路 华平和憨厚哥去寻找东西 小美和崔神父带着小瑞 来到娜娜的病房进行驱魔仪式 好在一切都很顺利 华平找到了被附身的东西 并销毁了他 崔神父也利用娜娜对小瑞的母爱 对小瑞进行感化 最终驱魔成功 真正的小瑞也回来了 母女俩激动的抱头痛哭 转过天 华平和崔神父又来到了小瑞的家 询问小瑞之后的情况 小瑞因为对自己父母的伤害很愧疚 华平就向他讲述了自己儿时的故事 来安慰小瑞 在交谈中 他们提到了普日图 小瑞听到这个名字 表示自己的父亲见过普日图 而华平一直认为阿珠就是普日图 便将阿珠的照片给小瑞看 而小瑞表示并没有见过他 这让华平他们又陷入了迷茫当中 这时小瑞又提出 可以用自己的通灵体制 帮他们看一下阿珠的身上 是否有普日图 于是崔神父带着小瑞来到了教堂 等着阿珠的到来 此时阿珠出现了 一样的气场强大 但小瑞并没有看到阿珠的身上有普日图 两人很吃惊 如果阿珠不是普日图的附身者 那普日图又会在哪呢 转过天 小瑞的奶奶带着小瑞来到了 憨后哥的算命殿里 希望憨后哥给小瑞进行降神仪式 来消除他的通灵体制 这样小瑞就不会看到奇怪的东西了 在仪式开始前 华平一言又止的小生请求小瑞一件事 让他看一下自己的身边 有没有他的母亲和奶奶的鬼魂 小瑞告诉他 他的身边什么人都没有 华平听到后心里很是伤心 他认为是自己的母亲和奶奶 没有原谅自己 所以不愿意见自己 这么多年了 他每每从噩梦中惊醒 多希望能得到奶奶和妈妈温暖的怀抱 但这一切是不可能了 而更扎心的是 他们的死都和自己有关 这种愧疚又有谁能够了解呢 画面一转 这天的晚上 阿珠一人来到了黑暗的隧道中 在这里竟然出现了 华平日夜夜追逐的普日图 阿珠向普日图提出 希望将华平他们三人赶走 而另一边 华平来到了崔神父的家中 可崔神父的身体 仿佛又在被刀割 疼的是脸色苍白 连开门都是勉强扶着墙去的 但他还是骗华平 是因为感冒才会如此 似乎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接着华平告诉崔神父 寻找普日图 还是得从崔神父的哥哥那儿找线索 于是崔神父将哥哥的遗物拿了出来 可在这些遗物中 华平竟然看到了父亲的戒指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和熊二神父之间有什么交集呢 而另一边 在华平的老家 一个男人出现了 他随身拿着刀 面前是一堆十字架 镜头给这个男人的脸上 竟然是失踪十几年的华平父亲 故事变得越来越扑作迷离了 而第九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涛哥 下期我们继续解说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